智利北部沿海发生7.8级余震造成6人死亡 逃亡到黎巴嫩的敘利亚难民已达到100万人 德国飞机师争取改善待遇继续罢工3800多航班被逼取消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到访奥大利亚 誓言要解开马航370航班失踪之迷 英雷王伊丽莎伯二世与皇夫菲利普亲王到访意大利 准备与意大利总统同教宗方制国会晤